大家好,现在快12点了吧,半夜12点,然后真的超级饿 一天基本上没怎么吃东西,就早上去了麦当劳,吃了他们那边的松饼 喝了热巧克力,吃了一块冰激凌,然后吃了一盒饼干 然后就没有吃什么正餐的,所以我现在饿得要死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吧,最近伦敦真的有点乱,恐怖袭击什么的 然后我本来大晚上就不敢出去,自从看到有人被抢劫 再加上那些恐怖袭击什么的,我现在更不敢出去了 叫妈妈又特别贵,家里没什么食材,那我们就吃泡面吧 泡面也挺不错的,所以我就是打算把家里剩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食材 都煮成一个大碗泡面吃 你可以不太煮了,它就像鸡疙子一样 鸡疙子八糟,酱果,拔开 核凉凉凉,油,肉,黄苏大碗泡面 匙怎么煮了凉凉凉凉感 在一起煮,但是咸皮冰淋漆 非常好凉凉凉,是一块�油 炖煮 炖煮 油 炖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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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很好吃 巧克力面包嘛 它巧克力真的超多 然后除了巧克力 它里头还有一种酱 我不知道是什么酱 甜甜的 然后奶香味很重 太好吃了 黄色的酱 哇好了好了朋友们 我也不管那么多了 我吃了太饿了 太好吃了 我饿死了 现在咽好多都怕它们报警 那点 草果 老板 咽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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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这个哈迪捞的那个番茄锅底真的超级无敌好吃 泡面面太好吃了 泡面一口 天呐把我可乐都给忘了 吃的太投入了 我喝的是这个diet coke 像是零度吧 就是没糖没有卡路里 这种可乐就不能算是可乐 跟喝水差不多 话说我一直都觉得两包面不多 真的不多 他们应该把一包面的分量 弄成两包面的分量 感觉两包面才是正常的一人分 一包面谁吃得饱啊 那恐怖袭击太可怕了 伦敦真的太不安全了 来到伦敦后 我才意识到国内有多安全 反正在这儿 我是晚上不可能出去的 太容易被抢了 经常有同学被抢 就走着走着就被抢 不过我住的地方本来就不是很安全 我觉得辛拉面它的面条做得特别好 有点像火鸡面 很弹性 太烫了 今天眼睛小姐姐走了 很伤心 因为她在的这段时间 应该是我这几个月来 最开心的一个星期了吧 不夸张 哎 搞得我都想跟她同居了 感觉跟闺蜜住在一起 真的很开心 每天研究晚上吃什么 做什么 然后第二天去哪里玩 哇 太幸福了 然后一起去逛超市买食材 它鬼点子也特别多 比如突然想做南瓜饼 然后就研究如何把南瓜 或者地鼠做得特别的好吃 然后跟她在一块 就突然会有一种那种幸福感 不知道怎么描述 就突然会觉得 哇 好幸福啊 比如在研究如何把地鼠 做得好吃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没有战争 吃饱喝足 有时间和精力来研究 地鼠的做法 这种奢侈的东西 我就觉得哇 好幸福啊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 就会觉得身在这个时代真好 我经常会觉得 比如我就出去走一走 然后看看街景什么东西 然后蓝天白夜 我就会觉得哇 我们为什么配拥有这一切 那么多人吃不饱喝不足 生活在不太发达的国家 然后我们有交通工具 我们可以有超市 可以逛超市这种奢侈的东西 我就觉得哇 真的好 啊 怎么说 反正就会突然开始感叹 然后还问自己 配不配拥有这一切 不得那么好 要是可以的话 我真的想把我的幸福或者幸运 分给一些人 Ocean evil 所以 这种人 再次 成形 逅 魅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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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 今天早上我去买室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流浪 他就问我能不能是换钱还是什么的 哎呀就有点口音太重我也没听懂 他就想买一个一磅 就是0.99的一个粥 应该不是粥 但是我就叫它粥吧 他就弄了一大堆硬碗就给我 我真的好讨厌硬碗 不知道你们讨不讨厌 但是我本来在国内大久 就习惯那个手机支付嘛 然后硬碗那么沉 我就说算了吧 不要给我了 我就给你买才一磅嘛 然后那个人就特别的开心 得跟我说了十几次谢谢吧 一直这样 Thank you so much darling darling Thank you thank you 就一直这样 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的一磅 可以让他们那么开心 就是能让他们吃得上早餐 我就觉得我过得太好了 最后每次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我能做到的就是好好的生活 开心一点 然后不要浪费粮食什么的 然后懂得感恩 这样才对得起那些过得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人吧 不过我真的是吃饱了撑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师会想这种东西 哪些大家真是喜欢和鼓励 喜欢这期的话 随便 这期就水一期吧 对 纯属想唠唠客